目前国内的新冠疫情虽然处于低点 但是并发症跟死亡的个案当中 都有创大概过去四到五周来的新高 显示说这个疫情已经有蠢蠢欲动 即将上升的一个趋势 我们预估呢 这个高峰会比先前预估的延后 到一月中到一月下旬 也就是在春节前的时候 可能会迎来这波新冠的高峰 那预估单日的这个感染人数 会在一年八万到两万人之间 那提醒就是特别是六十五岁以上长者 跟这个慢性病的这个民众呢 能够把握现在这个时间点 赶快去接种最新提供的这个SVD疫苗 那这个有效的情形是 大概可以估计降低一半以上 这个重症跟死亡发生的这个风险 所以是相当有效的一个疫苗 建议民众要赶快去接种 那针对流感的部分呢 目前虽然也是处于低点 但是预估来讲的随着气温下降 一般也是在春节前后 会达到这个流感的高峰 所以不排除说明年初 有可能这个流感跟新冠的高峰会重叠 所以目前我们针对六十五岁以上 长者有提供这种三种公肺疫苗 就包括流感新冠和肺炎球菌 我们都希望民众可以把握时间点在十二月这个月份 赶快去完成接种 来提供足够的保护力 因应这个一月份 可能有的这个呼吸道疫情高峰 我们今天公布了上周新增三十一例 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个案 那比再前一周的十八例还要增加许多 那这三十一例里面呢 有一位是比较年 相对比较年轻的是 四十几岁住在南部的男性 那他本身是有心律不整 跟高血压的病史 他在十一月中旬的时候 一开始是有这个呼吸喘的症状 持续两天 那就医的时候 发现他的症状是有包括像发烧 呼吸急促 心跳加快 另外也有这个心律不整 跟这个血压偏低的状况 那经过这个检查 是确认他有感染这个COVID-19 新冠肺炎 那此外他的这个心脏啊 肝脏肾脏的功能 也都有异常的警醒 那转到家务病房之后呢 就给予他这个抗生素 跟抗病毒药物的治疗 不过他在这个住院的期间 他的这个呼吸衰竭 跟多重器官衰竭 因为有这个心阴性休克的情形 就是病况持续的恶化 所以在这个住院后四天 因为这些症状而不幸的过世 那最后这个研判他的死因 是因为感染新冠肺炎之后 造成多重器官衰竭致死 那像这样子的个案 虽然他不是像我们这个主要 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 那不过也不乏有这样子 就是中壮年的这个年龄层 那感染新冠肺炎之后 造成重症 甚至到死亡的个案 那我们这边也是再次呼吁 就是在这个年满六个月以上的民众呢 其实就可以接种 目前的这个新冠XVV疫苗 那特别是就是本身是有 慢性疾病或潜在疾病 那或者是65岁的长者的话 那感染新冠肺炎之后 造成这个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也是相对来讲的很高 所以还是建议这个以上的这些民众 还是可以尽早的接种 也获得这些保护力 可以看到呢 就是新冠的疫情在国内 最近有上升的一个趋势 那台大医院呢 为了方便我们的民众接种 因此呢 就有随到随打的服务 意思就是各位呢 在台大看完病 或者是就是特别来打疫苗的话呢 我们只要在我们西纸的右侧的疫苗接种中心 只要挂一个号 带着健保卡 那接着我们医师呢 就会帮您做一个评估 然后就可以马上完成疫苗接种的程序 感谢观看